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社会正义的 中信经或者是中信经的这些律师们 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背离高教公共化 我们受到威胁 我们不是省油的灯 我们会立抗这种不当的威胁 高教公会在6月25号发布 我们对失效退场条例 第24条修正一案的严正关切 这个声明 那声明里面是内文里面提到 提到新国管理学院受中信集团入主更名为 中信金融管理学院后 全数新国老师竟然被逼退 新国校产沦为中信集团狼中物 也就是说 这个定位25号高教公会这个声明 是针对退场条例24条的一个声明 里面只有一小段提到新国 提到中信 奇怪啊 那只是一小段 这个中信学院627号 竟然是恐吓高教公会 要求把整个声明要删除 我在远东科大 就亲眼目睹啦 中信学院的恶行 我就恶要说明一下 第一 2023年5月1号 中信采取了远东科大一席的董事喔 采取了一席董事 奇怪 他就开始指挥整个学校的校务跟人事啊 所以当时我就合理怀疑啊 中信涉及私下非法买卖学校了 不然一席董事 他怎么那么大胆就开始指挥 学校的所有事情呢 这是第一个疑问 好 第二个 采取董事就指挥校务 怎么讲 例如5月4号 那我说一期董事而已喔 他就开始要求学校呢 不招外国学生的 因为我负责 我是负责招外国学生的 我们招外国学生 都要经过校务会议 经过学校有多的会议 把整个制度建立起来的 全部都要经过一个校务程序的 诶奇怪 你中信采取了一期董事 你就直接下命令了 说 那个有没有扣大 不再招外国学生 请问可以这样做吗 这是教育部的红线耶 是不是这样子 好 第三个 指挥人士 例如中信金就要求 董事直接呢 董事就直接指挥人士主任 就开始呢 将校长跟副校长团队逼退 从5月1号到6月22号去年 不到53天 从中信取得一期董事之后 不到53天 整个校长副校长团队 全部瓦解 全部被迫离职 连校长都被迫离职了 私校不是私人的公司 也不是私人的家产 私校受了多年的教育部 或是各个政府机关的奖补助 以及学生的学大费的缴交 更何况私校的创立 就是私人捐资心血 不属于私人财产 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而中信金呢 他也做同样的事情嘛 虽然他还继续办学 但是这是一种巧妙的巧门 为什么呢 他们接收新国之后 快速的清空师生 甚至于他们号称的所谓的 老师们都是自愿离退 根本就是谎言 我们可以找新国的老师 来献身说法 我们真的要利用这个机会 全面检视 中信金融 他们是如何办效 我们不能让这样的财团 成为一个通力 然后进入各个私校 这样子的话 那么所谓的高就公共化 这个已经是法律的精神了 会永远的无法实现 捐资心血 捐赠教育事业 不论是公会 不论是社会大众 我相信大家都支持 但是这不是捐赠 这就是突婴的行径 什么叫做突婴 你趁人家围络的时候 你趁人家困顿的时候 你去介入他 你去寄生他 然后你去把里面原有的 这个所谓还有有机的部分 给排除吞噬 然后你去利用里面的 所谓剩余的资源 唯一积极所有 今天中信做的这些事情 我们只要问一个 你谈中信管理学 现在是中信科大 中信国际实验学校 中信中学 哪一间的校地校产 是你们自己拿出来设立的 哪一间的社校基金 是你们拿出来的 哪一个不是你们试图入主介入 既有累积政府捕捉而成的私校 融为你的囊中部的 如果这不叫突婴 什么是突婴 他们都已经两眼提告 我们为了捍卫高等教育批判的任务 为了捍卫高等教育 现在正常化的必要 我们一定会被他引赞到